MING PAO TORROW 很高興IFTA頒發了這個金融科技成就大獎給恆新銀行 鼓勵我們在數碼範疇方面 可以做多一些創新和多方面的嘗試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這個獎項對恆新銀行來說 在數碼方面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肯定 亦都給了一些很大的鼓勵給我們的同事 讓他們在客戶的需要不斷地創新 恆新銀行一直在發展我們的金融科技 以及提升數碼渠道的服務 希望藉著一些新的科技 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更快和簡單易用的服務 恆新銀行在香港來說 是第一間零售銀行出了一個人工智能助理 即是一個chatbot 今次獲獎這個chatbot 包括了我們有兩個chatbot 一個叫Haro 一個叫Dori 利用了一些語言識別的功能 即是一些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其實我們提供了同一個客戶互動的平台 在Haro的服務範疇方面其實都很多 包括了按揭、私人貸款、信用卡、醫療保險 除了簡單地解答一般銀行服務的問題之外 其實可以跟客人有一個直接的活動 我們的chatbot在全香港裡 第一隻chatbot是可以讓客戶直接登入e-banking 用一個conversational banking 或者一個對話的處理 而做到一個P2P的小額轉帳 亦都可以用來交水電媒的帳單 還 credit card 款項 Haro其實都可以因應客戶有關 可以用來交通合戶口的結餘做一個查詢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資產分配 他欠多少錢 他的戶口結餘有多少 以及可以設定一些限額的提示 至於Dori 我們利用了Facebook Messenger 這個社交媒體作為互動平台 客戶可以按他們個人的喜好 很快地找到不同的信用卡優惠 以及亦都可以直接登記去享用這些優惠 另外 Dori 亦都會適時不斷提供一些最新的優惠資訊 加強我們與客戶之間的聯繫 最近因應年輕客戶對於美食和旅遊市場的需要 Dori 亦都提供了一提列的快閃優惠 包括一些台式飲品、快餐、網信、機票和酒店的訂購服務 加上我們利用Facebook的介面作為資訊平台 成功地將這些最新的優惠帶給客戶 同時客戶亦都可以通過 Dori 直接在商戶的手機 或者網上平台完成整個購買過程 是非常簡單和方便的 總括來說我們從客戶的角度出發 不斷地開拓多元化的數碼銀行產品和服務 亦都希望能夠滿足他們的不同的需要 我們力求在市場的尖端為客戶走多一步 希望我們的銀行產品和服務更受歡迎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